超酥 這兩口整個內餡爆炸 怎麼那麼彈牙 怎麼那麼Q彈 你看他們的肉 真的耶 這是肉排吧 我覺得算是蠻好 我覺得 只是你家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人所在的位置呢 在高雄的英迪哥酒店 為什麼在這裡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來拍 高雄的美食Vlog 然後就選擇這間飯店 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這間飯店的格局 大片落地窗 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落地窗 採光非常的好 而且我覺得它有點像我們在沙巴住的飯店 空間非常的大 超級無敵寬敞 兩個人根本可以在那邊跑來跑去 而且往外看的話就是高雄大樓的風景 高雄田際線 對 然後正面對的就是中央公園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要給觀眾看一下他們的浴室 非常的厲害 他們浴室剛好在一個角落的景 然後塞得非常剛好 而且它的浴缸是環形的 等一下 你看 浴室超大 兩個人的空間 完全不會打架的空間 你看浴缸很可愛圓形的 對 它有一種專屬個人的浴室的感覺 對 你們看這個浴缸就是可以塞兩個人 正對的也是中央公園 對 看出去都是樹木 然後它的洗澡就在旁邊 也是有蓮蓬頭跟像這種花灑的 它的設計我覺得也蠻可愛的 有點魚鱗感 因為這間飯店整體空間就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如果大家來高雄玩的話 是可以來住這間飯店 它交通非常方便 然後住宿又非常的舒服 我蠻喜歡飯店的格局是方方的 方方就給人感覺是比較 很大然後舒服 不會有壓迫感 就是空間很寬敞 好 那在影片開始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 這樣就可以讓更多人 看到我們的頻道 看到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美食Vlog吧 Go 大家好我是Patrick 我是Ray 歡迎回來室友裡 不是室友裡 是我們這次來高雄路Vlog 然後我們第一站呢 風神噗噗噗的跑到了 豬爺爺QQ球 這個是我在地的朋友說 一定要來吃的 而且它超級便宜的 它一顆竟然才一塊錢 老闆娘超可愛的 他講話很Q啊 我就是那種在地的食物是我最喜歡的 它就是那種很純粹很傳統的那種 很單純的一個 美食 對 那我這次喔 我要吃一個 香氣爆出來了 好彈喔 它比任何一個夜色QQ球都還便宜 因為一個夜色QQ球大概都一包 好像不到10顆吧 35塊到50塊 那一顆一塊 我們剛剛買的是20塊一包 那裡面就是20顆超多 好像乒乓球有夠Q的 很純色的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很道地的那種 夜市的小吃啦 然後口感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有經過的話可以來買買看 你不覺得它地瓜味蠻濃的嗎 是很香的那種 這是我們高雄VLOG美食的第一站 然後也是我跟瑞 我們在一起五年第一次來高雄 你看這個人有多懶啊 你到底要多懶 台北以南的都不要去 我前年去年有來過啊 春久啊 春久來好幾次高雄啊 都來回沒有去其他地方 每次我跟妳講說我要高雄的時候 妳就說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然後再去花蓮還不是因為業配 然後去台東我生日 你看我們再也沒有去過台北以外的地方了 不要亂包裡好不好 對 而且我們這支影片是騎U-Bike 來吃高雄的美食喔 因為其實高雄的美食很多都在同一條街上 我就覺得U-Bike代步比較方便比較快 我們現在人在三多商圈 然後我現在要帶你去吃一間 在地人推薦的正牌白糖粿 在地人是在高雄多久你才叫在地人 他在高雄住了一輩子 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應該是推薦應該是OK的 應該是OK的吧 你有吃過白糖粿嗎 聽起來感覺像是龍鬚糖的那種 不是濕的是乾的 其實我真的沒吃過 綠燈了走吧 好 確定我來高雄就要給我一個見面禮 真的耶 被鳥指滴到 我剛剛想說怎麼一個黑影這樣 我剛剛在後面一直聽到說 我被滴到了 我被滴到我想說什麼東西啊 沒可能吧 這機率 你好棒喔 我有衛生紙 現在在我們正後方就是 正牌白糖粿 然後人蠻多的喔 這裡是他們的Menu 白糖粿 番薯碰 這物價是怎樣 會不會太好嗎 這隻番薯碰 對這個 蚵仔 蚵仔 最推薦 好的 來 謝謝 它兩個才35 好便宜 剛剛它白糖過來可以選口味 有芝麻的跟花生粉的 然後我就問老闆 老闆就說花生粉比較多人賣 所以我就選了花生粉的 可是蠻好吃耶 可是蠻好吃耶 它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吃的甜點 裡面是 它裡面是那個 是那個我講不出來 我要贏的喔 馬老 馬老是什麼 給鏡頭看 馬老外面有果子白芝麻的那個 什麼是馬老啦 老闆那個白糖粿裡面是什麼啊 它剛剛是糯米下去炸的 糯米下去炸的 糯米我們把它做成粿 然後呢 這個是 芋頭的 好 有芋頭有地瓜 地瓜跟芋頭 它就是一個非常搭的組合 再搭配它酥脆的表皮就是很沾 真的那種小時候媽媽會給 小朋友吃的那一種 吃一口 乾梅薯條 對 有一種乾梅地瓜薯條的概念 它神真的多耶 它沒有乾梅 真的是地瓜跟芋泥都在裡面 對 兩個35塊 個人覺得非常的滑 這感覺沙胡椒粉跟沙乾梅粉都很好吃耶 嗯 好啦 下一間前進go Oh my god Oh my god 看看這個人潮 大家 看到都想排隊了 對 厚德福 厚德福呢 它除了賣烙餅之外 它其實還有賣很多的東西 包括像捲餅啊 湯包類的 然後也有一些像炒手麵類的 麵食類 主要是麵食類的食物 其實非常台菜齁 那我朋友推薦就是他推薦他的甜烙 那什麼是甜烙呢 在這邊跟大家解答一下 甜烙其實就是麵粉做出來的一種餅 那它可能是用不同的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混合成 做成的那種煎餅的概念 我剛才看了有很酷的耶 它有一個叫什麼菲餅的 因為它內用要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直接外帶 好 go 我們的甜烙跟菲餅來了 你跟大家說說我們等了多久 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現場全部都是人 你們看現在 已經沒有人了 我們應該是最後一個 我們等了大概有40分鐘 希望它是真的好吃 對的 然後我有問說為什麼會等那麼久 是因為 除了人很多之外 就是菲餅要額外花時間去做 可能是現趕的 對 這個是甜烙的樣子 如何 甜甜的蠻特別的 口感如何 酥脆嗎 香嗎 好 ok 知道了 知道了 那種 它的焦香味很重 我喜歡 而且我很喜歡吃 印度的那種烤餅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 印度烤餅 就再更厚一點點 然後很酥 然後不會太甜 其實就是喜歡吃那種 純粹餅感 米感的口感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喜歡 對它的厚度 其實它滿香的啦 嗯 喔 菲餅長這個樣子 菲餅看起來滿有特色的 菲餅餅甜餅再薄一點點 然後之所以叫菲餅 是因為他們好像是要這樣做的 是假的 對 沒有看到 香絲菲餅裡面加的是紅豆 好燙喔 很燙耶 它沒有甜烙那麼的酥 但是它的香度 比甜烙再更出來一些 可能是因為有紅豆的關係 然後紅豆很綿密 它餅皮跟紅豆的量都抓得剛剛好 一個很剛好的份量 我覺得在台灣不常吃到啦 對 比較像是東北食物 東北或東南 對 就如果你喜歡吃餅類 又喜歡吃甜的 紅豆類的話 這個應該是會喜歡的啦 這個也可以當半厚的甜點還不錯 我覺得真的喜歡吃甜跟餅的人 我覺得會喜歡 這間給過OK 我會比較想吃它的小紅包耶 喔 湯包啦 我們大老遠騎U bike騎過來 結果賣完了 這是我們想來吃的 北港三代銅材米糕 據說是人都超級無敵多的那一種 真的嗎 對 它9點半打烊 但現在是9點 然後9點就已經賣完了 代表說應該是真的 就是如果要來吃的 要早一點來這樣子 那我們就往下一家前進吧 走 這裡好漂亮喔 到底是誰提議要騎U bike來吃美食 我騎得好累 我們才兩條街而已 然後我們騎了快20分鐘吧 對 我們現在來到牛老大的高雄總店 我剛剛點了一個牛的瘦的牛肉 然後點了一個小鍋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蔥爆牛肉 本來想說還點個牛舌 這樣牛舌賣完了 因為現在時間也晚了 聽說好的牛肉它會黏在上面 不會掉下來 你要測試嗎 好啊 真的耶 真的耶 好他們的蔥爆牛肉 蔥爆牛肉也是我朋友 在地人 所以一定要吃看看 好吃 有點鹹 但很入味 然後牛肉的厚薄度適中 非常的嫩 有點嫩滑嫩滑的感覺 就是它比熱炒店的口感什麼都還要再高一點 對 可是這個要配飯啊 偏鹹 看這個薄度 這個薄度就是那種你可以直接入口的那種 不需要攪很久的那種 它的牛肉其實很彈牙 來我餵你吃一個 它這個不能算太久 它只能下去好像五下吧 五下嗎 五到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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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愛 這樣 真的啊 是不是 有沒有那麼彈一下 有沒有那麼Q彈 而且你看這個好的肉 只要煮下去的湯 都不會有那個牛渣 你看這個肉在裡面這麼久 它旁邊都沒有渣渣耶 台北的跟高雄的比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吃 我覺得差不多啦 嗯 這個沖泡牛肉吃起來的味道是一樣的 原汁原味搬到台北的意思 我們U賣騎騎經過了高雄必喝的巴藥河茶 我點的是巴藥河風茶乳 茶乳的話是 茶比較多 乳比較少啦 加滿過來乳茶的話就是乳比較多 茶比較少 如何 茶味多甜 你喝看看 因為我跟Ray都喜歡喝無糖的 所以我們喝的話 是比較純粹的茶跟乳的味道 就沒有任何甜度 這應該不是大眾會主流的口味啦 然後我自己是喝烏龍的 我喝的是牧場307茶乳 也是無糖的 牧場307它是烏龍茶 所以它是有烏龍的香氣 尾韻就會帶一點奶香味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喜歡喝茶韻多一點的話 就可以點這種茶乳系列的 然後還有昏貴系列 但是昏貴系列我本來想點 都怕太甜 可是他們就是非常的堅持 一定要甜度冰塊都要固定 所以我就很害怕 也是一個黃金比例 沒錯 但是有些甜度我真的是喝了 我會你知道 喉嚨直接打氣 推薦給喜歡喝茶的人 可以來這邊喝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光華夜市的鍋冰鍋獎 這間店也是我朋友推薦說一定要來吃看看 我就說這間店有什麼特別 他說這是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這附近不是高雄示範大學嗎 的學生一定會來吃的一間店 然後我點的是他們最推薦的台式臭豆腐鍋 他們料滿多的 他這樣子一碗猜多少錢 100塊 對 100塊猜欸 他這就是100塊 這很適合學生嘛 然後裡面什麼料都有 有豆腐 然後有肉 然後有魚丸 小小的 還有副飯嗎 飯的話是另外加點 喔另外加點 對對對 他這樣一鍋就是100塊錢 對 我覺得對學生來說其實吃個兩碗飯就差不多了 算是比值滿高的 對 我覺得算是滿 我覺得 等一下 其實你該到這間店之前 我就覺得應該是你某個朋友的回憶美食 對 其實看得出來 我覺得就是很麻辣小火鍋啦 就是學生時期會很愛 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在柴欣泡芙這邊排隊 現在差不多快三點 我們是兩點半左右來排的 人已經很多了 我們在中間 群後都是人 在排隊的時候 他們工作人員出來講說 今天的口味是什麼 那大家可以在粉專上面看 他們粉專都會放近日特色的口味 這樣子 這是今天的口味有 這三種 然後還有綜合的禮盒跟小泡芙 這邊超多人的啦 開箱開箱 皮好酥喔 它的麵皮上面 它還有放那種烤過的糖 真的耶 而且它的皮其實非常薄耶 它不是那種很厚的皮 它是很薄的皮 它的餡料也太滿了吧 對啊 好扯喔 我覺得它麵皮好吃的地方是在 它麵皮中間的雖然很薄 但還是給了一種千層的感覺 對 所以吃起來的話會比較 酥脆 就比較特別 你不是咬到那種很厚的皮 所以它排隊的秘密就是它的餅皮 我覺得是餅皮 我的這個是可可牛奶口味的 我覺得給大家聽一下它到底有多酥脆 卡滋卡滋卡滋 超酥 吃兩口整個內餡爆炸 可是牛奶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太甜 剛好的甜度我可以接受 如果是螞蟻人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OK 但是如果是怕甜的人 這是可以接受的 怕甜的話沒關係啦 你就點一杯無糖拿 就拿起來喝 剛好可以中和 嘿 你好貼心喔 總共貼下午茶的概念 想不到吧 我們回來了 我們昨天忽空的 北港財三代米糕 米糕控怎麼能錯過呢 就是他們招牌同在米糕 然後必點的蒸蛋湯 我想多點一個這個 好啊 高雄的米糠是順其一 有嗎 可以 上菜 你這樣點總共多少錢 150塊 喔還行耶 對啊 他們的米糕啊 醬全部都跟飯已經融在一起了 而且它有漸層耶 對 它下面是飯 然後中間是混合的 上面就是那個肉末 然後蒸蛋湯也是 我一定要吃的環節 我平日的時候都會在7M買蒸蛋湯 蒸蛋湯真的是 蒸蛋湯老煮過了 我現在覺得好事 我現在覺得噁心 請問一下什麼東西不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古早味 然後它裡面有放蝦米 蝦米非常的香 然後肉是那種很細嫩軟的一種 這樣不會太鹹 偏甜 但其實米糕本身就是會帶有點甜度 像台北會加甜辣醬 然後這邊的話是比較偏醬油的甜 然後我覺得它飯也很棒 它的飯是有點像油飯的感覺 整體吃起來滿沾的 不會過膩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在下一次就有解答 油飯跟米糕是同一個東西 對 是不是 然後它吃進去的時候 可以吃到很重的油蔥味 它油蔥放非常的多 所以你理想的米糕是有什麼 有什麼料在裡面 會放香菇 然後有些會放蛋黃 對 就有點像肉粽的感覺了 可是它這個的話就是純肉末 但因為肉粽它蒸久了會比較乾 可是米糕它就是 濕潤的 比較濕 就不會吃起來乾乾的 再來就蒸蛋它的部分 非常的香 你看它肉超級無敵多 然後它裡面也有放蟲 所以吃進去就是 肉 蟲 香氣 還有蛋的香氣 然後不會太鹹 它們肉好大塊 我嚇到了 你看它們的肉 真的耶 這是肉排吧 對耶 它這樣一碗才賣50塊 吃完了米糕 我們的影片就到尾聲啦 我覺得這次來高雄很好笑的就是 雖然我的美食清單 都是跟在地的朋友詢問的 但是在路上的時候 你知道高雄很非常的熱情 像剛剛坐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就說 其實你有哪一家更好吃 然後我們到飯店住房的時候 飯店人員也說 其實哪一家更好吃 所以我們的菜單一直被調整 而且我們好像剛才買泡芙的時候 旁邊有姊姊推薦我們說 那個什麼時候可以去吃 對 就是高雄人非常的熱情 然後讓我們的菜單 就是一直不斷地浮動 對 希望之後還有機會來高雄 可以拍其他更多的美食 因為大家看了一定覺得說 你們怎麼沒有去吃那個 你們怎麼沒有去吃那個 高雄吃的一定很多 對夜市一大堆 可惜我們測試這次 只有去到一兩間這樣子 畢竟一圈你也吃 吃三到四餐 你沒辦法再吃 沒錯 那最後希望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最後是這個旗魚環 這旗魚環蠻特別的 沒有看過這樣形狀的旗魚 它的硬度有讓我嚇到 它不是那種咬下去很軟爛的 很有嚼勁到 非常有嚼勁 偏硬了對不對 對 感覺郭湘妹妹來吃 牙齒會斷掉 這應該是我吃過最硬的旗魚骨 真的很硬 真的很硬 你知道這種碗之後叫什麼嗎 你把它丟地上看看 殺尿丸 對 殺尿丸 哈哈哈哈